这天凌晨人们都在熟睡中 家住辽宁省凤城市的郑立 却辗转反侧 此时他正焦急地等着一个电话 这一天太假了 那手机就能放来 来个电话马上看是不是梦了 确实煎熬 早上五点左右电话终于响起 这个电话前是真像眼镜儿 你就像一种本能的反应 一下全跳起来了 当时他情绪非常激动 他是说蹦起来了 然后拿着电话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郑立等的是绑匪的电话 他的女儿小雪被人绑架 对方让郑立在两天内准备好现金三百万元 一想起这两天的遭遇 郑立就不寒而易 2014年10月20日17点30分左右 因为是阴天 四周已是漆黑一片 郑立开车带着女儿从自家养殖厂回家 刚驶出院子没多久 就看见路上横着几捆包米杆子 因为以前也有的就是 就根本就没形式 就叫孩子下车了 我说这车也是 咱说也不隐形就那么开过去 我说你下去 你把那家包米杰的给妈拿过去 妈开不过去 孩子就下去了 郑立万万没有想到 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在此刻发生了 我看到孩子手刚刚摸到那包米杰的 我这边桌边的车门就开了 一下两眼就就就就扑过来 刚说别动就就开始自负我 然后余光一看 海里边也出现了影 案发地是一处僻静的乡间公路 两边都是包米地 没有人家也没有路灯 周围死一般的寂静 犯罪闲人选择在这里实施绑架 显然他是经过了精心准备的 而且在路上有散落的包米杆子 这也是预先就不好的陷阱 在那一瞬间 郑立的脑海中一片空白 任凭两个男人将他死死地按住 可是在此之后 歹徒竟然是迟迟没有动静 回想起当时的那一刻 郑立是这样说的 怎么也等死个妈的 来都觉得挺久 我也觉得这车怎么一直控制我这么大 还立即没上来 我当时我就想车还不开 为什么在这里 绑架得手 嫌疑人的一般行为 应该是立刻驾车离开现场 可是为什么他们会拖延这么久呢 接下来 郑立母女的命运又将如何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几个心怀鬼胎的歹徒 郑立 你们在这上 我就弄死你 讨价还价 巨额赎金 能否换来母女平安 绑匪不同意 为了要三百万 是恶意报复 还是另有隐情 龟土胸险 一线正在不出 不知过了多久 车动了一下 郑立被强行拖到车后座 近视眼镜 也不知掉到了哪里 眼前一片模糊 但让他稍感安心的是 女儿小雪也被带上了车 母女二人默默地全在后座 车内一片安静 那过程当中 他不到跟哪转 就转来转去 咱也不知道是在哪 然后到后来空地上 他们才把车停下来 然后给母女俩分别 分在两个车上 都给捆绑起来 后来就拿那交付捆我的时候 我就上不来气了 后来他就给我放下弄着 我说你别那么捆我 我说我也不能跑也不干 我也不能喊 喊也没有用 觉得绑匪 好像没有自己想象中 那么凶残后 郑立渐渐镇定下来 不知道女儿在那辆车上 是否安全 车子时走时停 这伙人究竟 要把他们带到哪儿去呢 开一段之后 就说我们自己踩了 我们就要钱 你一直要拿钱 你就艺术力 就什么事没有 然后问他一下 直接什么关系 我说他是我姑娘 他们知道是他女儿之后 就为了更便于 他们留所钱财 他们就威胁 说如果这个事件 你不跟我们爸 不跟我们他 不跟我们钱 那你就见不到你的女儿了 此时的郑立 一心想尽快和女儿脱离险境 立刻同意交钱 他从于对自己女儿那方面 角度拷费 只要被伤害他 然后你出多少钱 可以 当时你 他说给 最开始说的是哪一百万 绑匪不同意 非得要三百万 我说你再样两天 我能玩那些钱 这么这么 我说的 我就家里现有这点钱 我还得去预议 然后他说的 那个就两天 超过两天 你还是没力 双方很快达成协议 马上放回正利 两天后 让他带现金三百万元 来赎回女儿 但这时 绑匪却突然质问他 那个女孩 真是你的女儿吗 她没有承认说她是母女 她说是她母亲的朋友 应该是叫阿姨 当时呢 我就没心 哎呀 能憋怨 说这个孩子不是我孩子 所以当时 这个人过来 说他不是女孩子 我当时 我脑海里 我就想这孩子 是吓傻的 这一下 正利吃惊不小 难道女儿受惊过度 精神出了问题 这让她如何能放心 先行离去呢 可是女儿不安适适 让她回去 又怎么能在短期内 收到如此数目的钱款呢 左右为难间 正利提出 在走之前 要见一见女儿 他们有同意 让他们女儿见下面 也是安稳她一下 你回去赶紧准备钱 你姑娘没有不动 有没有伤害 我说你把手伸过来 妈摸不摸手 她说妈不行 手脚都绑了 然后我说没事 我说他们就是要钱 我说妈回去给你拿钱 没有事 准备好钱了 我说你就没事 我还说妈没事 随后两名绑匪 开着正义的车 带着她来到了大路上 临走前撕开了 她身上缠着的胶带 她给我找那道 就是刚刚说的 大腿一直放下车 不拐弯 也就是没拐弯 但在那天 我根本不知道 到边都是什么 我干着我嘴里也不到枪 干着也不能眼 夜色中 戴着只剩下一个镜片的眼镜 正利慢慢摸索着回家的路 直到此时 她也不敢相信 平日只在电视里 看到过的绑架案 居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绑匪释放正丽的时间 是在下午的六点左右 而警方接到报警的时间 是在晚上九点 这三个多小时 正丽做了些什么呢 正丽的女儿小雪 是在外地上大学 这次小雪回家 也是临时起意的 并没有谁知道 那为什么 她一回到凤城 就遇到了这样的意外 赎金三百万元 这在凤城来说 无异于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绑匪 为什么会狮子大开口 案发地点 是乡间小路 非常偏僻 没有路灯 没有监控设施 绑匪选择在这里做案 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那这些绑匪 究竟是什么背景 他们选择对正丽母女下手 是随机挑选的 还是另有原因呢 如此多的疑问 让这起蹊跷的绑架案 显得疑点重重 但是真相 只有一个 茫茫人海 循迹追踪 谁会是幕后黑手 一天两夜 陌生来电 人质能否平安归来 归除凶险 一线正在播出 案发当晚 警方见到正丽时 他仍处在金黄不安中 办案警官试图稳定他的情绪 还原整个事发过程 他的情绪就是 有一些抵触情绪 非常紧张 焦虑 绑架不动其他案件 绑匪的智商和响 特别周围 而且这么大数额 所以需要被害者 帮助咱们 把所有的案发现场的一些情节 还原给我们 有利于我们侦查 也为我们确定侦查方向 所以安护工作特别重要 请了解 正丽脱险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朋友打电话 大约那是 10月20号 6点 6点47 给我打电话 惊慌 带带苦 我距离 他们给我放 也就开了四分钟 我才敢打这个电话 我还不敢 不敢把车停下来 电话中 正丽告诉朋友 自己刚刚遇上了绑架 听到这个消息 震惊的朋友马上通知自己的妻子赶紧去接郑利 朋友的妻子捡到郑利身上才能乱七八糟的胶带 然后将她扶回家中 几经犹豫 直到晚上九点 郑利才下定决心报警 警方一方面对郑利的车进行了仔细勘查 另一方面在各路口的视频中 查找郑利车辆的踪迹 车特别长 一看就是从 应该是跑了一段土路 车上盆了很多泥点的 然后车里面呢 咱们在车里面提到了锤子和胶带 这伙闲人就是特别 应该是反侦察意识特别强 你比如说从口罩啊 帽子还有手套这些都有 所以说车上根本就没有太有价值的东西 只抓拍到一张照片 看到被害车辆 没看到嫌疑车辆 同时通过郑利的回忆 警方对这伙歹徒有了初步的印象 陌生男子至少四名蒙面 池蟹有本地人 在整个事件中郑利对这伙人的印象非常模糊 但是他提到的几个细节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在封城 我知道这么多年 有史以来应该是一次的 你在十多年前有那个绑架案 就是要几万块钱 但是从来就是说三百万吧 很少有的 当时星期末尾就说 我这么知道你家 养鸡厂 你家这么多钱 你家有多少磷子 你可以拿你家的领选证 去借高利贷 显然 这伙人提出三百万的赎金 并不是漫天要价 而是对郑利进行过深入了解的 郑利家有磷子的事 只有少数亲友知道 歹徒怎么会清楚 警方判断 这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而郑利在回来后 为筹钱已经给亲友打过电话了 这会不会惊动绑匪呢 据察 几年前 郑利在丈夫去世后 接受管理家里的养殖厂 厂里的人 都是工作多年的老员工 而且郑利家庭成员 关系简单 人际关系比较单纯 也没有和人结过仇怨 但在调查中 警方却有了意外发现 厂里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当时他送郑利母女二人出去后 关好大门 看到有两辆车跟在郑利车后 前面这辆应该是一辆 银色或者白色的一辆轿车 但后面一辆是什么车 他没有看清楚 这两辆车走到 离他这个下半路 能有三四百米的距离的时候 他看到了其中车的尾灯 也就是刹车灯亮了 这个并不起眼的细节 让警方兴奋不已 因为这两辆车 刹车的地方正在案发现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调查工作依旧没有进展 党匪也没有任何消息 此时郑利的情绪越来越不安 因为有家人隐隐怀疑 这是小雪自造的一场闹剧 不仅是郑利的家人 有此疑虑 警方也对女儿小雪有所怀疑 据了解 郑利的女儿小雪在外地上大学 案发前一天突然随母亲回到家中 当时并非节假日 而且平日里小雪很少去常理 那天她却主动提出和母亲一同前往 因为他们母女俩这件事情 给我们当时的感觉就是说 太巧合了 女儿从来不去 去了就被绑架了 而且对家里面经济状况非常了解 警方赶到小雪所在的学校了解情况 发现小雪那次离校并没有请假 老师和同学甚至不知道 她什么时候离校的 当时我们感觉说 是不是父亲去世了 家里有很多的财产 没有一样 因为财产有什么原因 造成这种事情 对于警方的这种怀疑 郑利勃然大怒 我当时我不激压了 我说现在你们警察所做的 是怎么样保护我孩子 怎么样把绑匪抓到 而不是怀疑我孩子 我孩子我知道 他死去爸爸之后 我就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我说孩子永远不是 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有能力组织这么一起 计划周密的绑架案吗 警方了解到 小雪平时性格内向 不爱和人说话 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但后来我们又经过了解 其实他们家的财产 大部分财产 都已经是过到了 他女儿的名下 说这种女儿如果说 回来找人来做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来做这件事情了 确实是觉得 她不具备策划 这件事情的能力 然后渐渐就把它 给排除下去 如果因为如果是 她女儿策划的话 不可能中间这么长时间 一个电话也没有 此时已是10月21日深夜 距离案发时间 已经一天一夜 案件侦破工作 又回到了原点 歹徒身份不明 人质依旧没有消息 压力非常大 其实我们承受着压力在哪 一方面被害人家属 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压力 再一个人质是压力 孩子有些事情是亡魂 想到一旦有不好的结果 怎么办 对得考虑它 10月22日清晨5点左右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郑里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 在场的人都本能认为 这就是绑匪来要钱的 没想到电话接通后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个不同寻常的情况 让警方不敢有丝毫大意 他们一方面让郑里保持中话 另一方面 派人迅速赶到电话中提到的地点 我就开始问孩子 孩子说妈呀 我回来了 他们把我放了 没事 那我不相信 说我现在在哪了 说你快 你过来接我吧 然后 因为当时我们也不太了解 这个具体情况 是不是绑匪使得炸 来刺探我们到底有没有报警 在指定地点 警方果然找到了小雪 当他被平安送回家时 郑里如是重负 我一看那孩子还醒 然后说话什么 还乐着说点 就是脸上 脸上少差点 那一天一雪也正常 郑里终于放下了 悬了几天的心 可警方的工作远没有结束 在小雪获救后不久 案情有了重大突破 技术工人 认真细致勘察 那个被害者车辆 在上面发现了一些 嫌人有的痕迹物症 获取一些嫌疑人的信息 在郑里车里发现了交代上 警方提取到了 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经过比对 和一名叫孙福军的男子 相吻合 孙福军 1965年出生 奉承人 有犯罪前科 当时我们在 确定政策法 方向的时候 这个案子应该是 三到四名 肯定是多人的 说这几个人 能集合到一起来 做这个案子 他们之间 是应该有一定的 感情 他们感情上 应该有一定基础 而且相关之间 应该非常信任 此时 侦查工作 已经开始由被动的 大海捞针般的摸牌 转向了 有针对性的寻找 在对孙福军的调查中 警方发现 因为做生意失败 孙福军欠下了 外债几十万元 最近经常和他来往的 有三四个人 其中有两个人 在案发时间内 始终和他在一起 一个人叫做何连海 是孙福军的表弟 1975年出生 奉承人 他有犯罪前科 还有一个人叫做赵强 他是孙福军曾经的同事 1960年出生 奉承人 他和孙福军呢 曾经在同一所监狱服刑 2014年的5月 刑满释放 这三个人 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案发之后 孙福军和赵强 就不知了去向 为了防止他们外逃 警方决定 立刻对这三个人 实施抓捕 静静山村 漆黑小屋 绑匪和人质和平相处 这地儿谁找啊 归途熏险 一线正在播出 你不知道等谁 等北海银 等他干什么 不到就是 我等他干什么 要把架子 先关热 等他车出来呗 对 等了多少时间呢 那边 那边有两个 当时直接告诉你们方车帮助干的位置 这个啊对 方车帮助干的位置 2014年10月23日 警方先后将犯罪嫌疑人 孙福军和连海 赵强三人抓获 随后 三人交代了作案经过 这几年 孙福军的养鸡厂经营不善 一直亏损 后来他干脆把厂子租了出去 在一次和同行的聊天中 无意中听到了一个消息 让急着想发财的孙福军动了心思 同行之间并不难打听到消息 很快孙福军就了解到 郑利家的厂子近几年生意不错 家里人口也不多 于是孙福军打起了郑利的主意 可绑架这样的事情 一个人怎么能完成 他想到了自己认识多年的老同事 我一求之贺 多一求 他还知道我没钱 挺困的 刚出狱的赵强 四处打短工维持生计 没有稳定收入 两人见面说起此事 一拍即合 为保险起见 孙福军还想再找一个帮手 他想到了表弟何连海 这边一个人俩人根本干不了 他也得杀一点 韩孙福军一言说 这个女儿相当有钱 说三百万你对她 你不伤心不动 说三百万咱再找一人 一人一百万 这边也就够 一人一百万 这个数字太有诱惑力了 经不住孙福军的反复游说 何连海终于答应加入 而孙福军经过近半年的跟踪 已经掌握了正立的作息规律 行车路线 他时不时的开车 去正立的厂的周围看看 2014年10月20日 孙福军发现机会来了 孙福军马上打电话 通知何连海和赵强 下午四点左右 三人在正立厂子附近会合 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 因为孙福军发现 那天正立车上不止他一个人 你觉得男女儿 怎么也不够上什么威胁 当时孙福军一说大别天赋 我就说不行 必须得懂天赋 所以刚刚说你负责负驾驾 何连海 我负责这个左边车 左边车门 你负责右边车门就是 三人坐在车里远远地看着 泼下院子里的动静 天终于黑了 正立要出来了 三人赶紧到事先选好的地方藏好 过了一会儿 车子在附近停住了 何连海呢 听的是车门响 我就正跟副驾驶下去 挪那包里面 我这一打开车门 我别动 就在这时 两辆车从后面开过来 这样坐在车里的孙福军和何连海吃惊不小 赶到这这后面就来两台车 这不就堵不住了 我这边有老的这姑娘 这姑娘喊嘛 或者我给拽到大巴里面 她本身她那处于吉普车 越野轻 那点包米干也根本挡不住 我就自己我就开过去 开过去我就靠边停 我靠边停我就打个上闪 打个紧急上闪 看后面那辆车就过去了 看着两辆车驶过 何连海松了口气 此时赵强也从拖下拖着女孩上了车 孙福军将郑力交给他看管 回到了自己车上 随后孙福军开车在前面带路 何连海开着郑力的车紧跟着离开了案发地 谈好赎金 约好联系时间后 三人将郑力送到大陆上放回 把小雪带到事先选好的地点 由赵强负责看管 之前让人连腰都直不起来的屋子 是一户无人居住人家的菜轿 此处离孙福军的氧气场很近 就在这个不见阳光的菜轿里 赵强和绑着手脚蒙着头的小雪 待了二十多个小时 给赵强留下足够的矿泉水和食物后 孙福军和何连海连夜返回 回到市区 不放心的何连海绕到公安局附近观察了一下 发现没什么异常后 这才和孙福军分别回家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就接到孙福军的电话 是我就是我来电话 说他会可能是报警 我说报警就白费了 我说不行就放弃 都是圈里这边就是打电话 首先他亲手跟我那朋友说 是他弟弟的他子 别人绑架了 这样子 朋友当新闻说的是 孙福军听完后却静不下心来 他马上和何连海商量 时之何连海立即打起了退堂鼓 孙福军说不行 你这个把人都绑都绑了 你再放弃 那算什么事 你说咱这个意义 到了晚上搬到夜市 他说后来二来开车来 他说他可能是报案 就是我跟赵强斗说不行 你就算孙福军是自己 他自己坚持也没有用 见两人都同意放弃 孙福军只好答应 他们收拾好所有物品 将小雪放进车中 把他往外领的时候 这小女孩说 你要干嘛呀 是不是要杀了我 我说不 我给你放回家 他说真的吗 我说真的 他说你们真不是要杀了 我说我杀了你 我还给你挪动来挪去 你又不知道费这么拿劲 三人将女孩放在路边 就匆匆离开 为了销毁证据 他们沿途扔掉了转工具 警方却看出 何连海党人这么做并非心善 而是另有所图 他只是一个是规避打击 规避这个是处罚 第二个呢 他想让这个案子 案件发了以后 迅速得到钱 不至于要这个女儿去保 也是为了这个案件 那个进行而去工作的 目前 孙福军三人因涉嫌绑架罪 已经被当地检察机关批捕 根据我国刑法第239条的规定 以勒索财务为目的 绑架他人的 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情节较轻的 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陈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